今天星期五 看到有一个人不断留言 吃肆吧 给你赠人留了几十万钱不要紧 我们对着这些人很简单 大家可以直接超级留言给他看看 就OK了 这些人真是无论 其实我这么想赠 你就不要听 为什么要进来听这么辛苦 就先被人赠了一个帐户 现在再转到另一个帐户 你真是很可怜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我经常说的那种 躲在暗角落里面 不知道是责存在感还是什么 他有 attention seeking 你以为他有人提醒他 有人提醒他 但是真人永远就不敢出来 我也可以说他是什么样子 他一定不会很大年纪 因为稍为成熟一点的人 当然可以了 如果他智能有问题就不会了 三四十岁都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二十多岁以下的 被社会遗弃他觉得自己 但其实社会根本没有遗弃 因为他没有直接投入社会 没有遗弃暗仓打飞机 找钱找到一份东西 宁愿拿了八千元出去 跟那些电子鸡拍张照片 都不敢拿两个水 去叫一只鸡 就是各种人 没遗弃暗仓 成生热毁的那些 对比之下 我们在外面的方哥 就比他强横得多 虽然他刚才还企图跟我说两年前那段感情 是 然后他不断在这里说 已经是没有东西了 但是没有东西 他上来不断地说 每次都在说这件事 我真是悶到 最悲惨我老婆忍不住 懒关心跟他说了半句这些东西 然后他不断想着不断地说 然后说完很久 然后我老婆突然听听听听 你还在说那个吗 因为他也不能相信 他还在说那个 两年 长情那些 你老婆 长情 诶 私心情 我真是 你最惨的就是 你很现实的 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 方哥 你老婆 你是不能追求他 你是不能追求女儿 应该这么说 她说 为什么当初他这样 因为当初他这样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可能真的追求他 他可能真的曾经给你一个讯息 但是这次他发觉 我们不想多对路 怎么想到这样的 不过他真的是长情 如果我是证识的 那反正现在没有人要了 我摸个水泡也不要紧要 因为他说他女儿现在吃药 是 我们说女儿痴痴痴痴 她有情绪病 现在看医生痴痴痴不不不胖 肥了三四十磅 我当时他做了九十磅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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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十磅 即是八三四磅 你都按摩咪 摸扶他 我真的没有啥事了 爱情就真的是 其实你说得正好 我记得你两年前说过 如果女儿真的肯接受她 很久会不会幸福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很久会幸福呢 后来我再想一下 因為你真是很難頂的 你再問你四年前的WhatsApp 這個粒音為何這麼說 解釋完給他聽 好像過了第二晚又再問 那你怎麼辦 是吧